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去养老院 99岁高僧掏心窝的话点醒了无数人 一起来听 记得年初时回到乡下 我问了周围邻居这个问题 基本上80%的人都想要跟孩子一起住 剩下的老人想要自己住或者去养老院 哪一种方式更好呢 很多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我们来听一下99岁的高僧怎么说 或许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答案 一 如今社会现状 在当今的社会里面 其实这种选择是多见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这并非是选择 而是生活的逼迫和无奈 人到老年 你说在人健康的时候 能蹦能跳还好 可要是说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身体出现什么状况 那么只会是无路可退 毫无选择的余地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人老了自然就由孩子来照顾 不然养孩子来干什么呢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到了 这个时代下每个人的痛处 想想看 如果你的孩子有本事 有实力 自然就不用太过在意 钱财的花费和护工的雇佣成本 可要是孩子的经济能力差了点 甚至还需要你来救济 那怎么办呢 比如 当时在乡下调查时 就遇到了一位老人 他的境况十分糟糕 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仍然操心着工作 身边也没有任何子女给他养老 所以他回答就是等待死亡 他常常一个人生活 因为他的妻子有精神病 自己的子女常年累月在外打工 还身负外债 老人说 我只能靠自己 可见子女也不一定可靠 曾有人说过 养儿防老 就是拿自己的未来在赌 不管赌的结果怎样 最后都没有得益者 只有痛苦者 很现实的一番话 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在矛盾的生活中 如何才能解决老人的归宿问题 确实值得人去思考 那么不妨看看 这三个老人到底是怎么说的 二 三位老人的故事 第一位是甘阿姨 甘阿姨今年六十五岁了 已经退休好几年了 前段时间 她和老伴一同从老家搬到孩子家去住 甘阿姨的孩子 她是某大型私企的经理 虽然平时应酬较多 很少回家 可她的家是一套富士 面积够大 客房够多 足以让一家七八口人在这里住下 刚开始 儿子叫他们来城里住的时候 甘阿姨还不好意思地说 怕两位老人家影响了 他们年轻人的婚姻生活 也怕滋生不必要的麻烦 可在儿子的要求下 甘阿姨还是搬了过来 到了儿子家后 她还跟儿媳孙子说 家庭的大小事物 都有做婆婆的来承担 不想给他们惹太多的麻烦 在一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 甘阿姨感觉和儿子媳妇相处得还不错 也许是因为 他们之间互相迁就的缘故 所以这个家的矛盾不多 反而挺和睦的 第二位是杨大伯 杨大伯今年74岁了 老伴去世得早 所以只有他一个人在老家居住 前段时间因为下大雨 杨大伯的老房子坍塌了 没办法 他只能跟儿子商量 到底去哪住 儿子看起来挺孝顺的 他说 爸 来我们家住吧 虽然我们家不大 但是有阿丽照顾你 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 老人家听到这样的话 其实特别开心 在他看来 自己能养到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 真的是三生有幸 在儿子家住的那段时间里 杨大伯发现 不管自己做什么 媳妇总是给自己脸色看 甚至他还向丈夫倾诉 说杨大伯习惯不好 弄得家里脏兮兮的 而夫妻两人都不敢开口说什么 只能摆出脸色给杨大伯看 让他能够知难而退 看到儿子媳妇两人这样的态度 杨大伯其实心凉了 他便跟儿子商量 说能不能让他去隔壁小区的养老院 自己不想再烦扰他们夫妻两人了 儿子听到这样的话 他其实是特别开心的 可他还是假装挽留父亲 而父亲知道儿子的想法 也就不想让他难堪 干脆过几天就搬到了养老院 所以在养老院生活的那段时间里 杨大伯常跟亲戚说 一个人来到这里生活 虽然孤独了点 但说实话 看别人的脸色做人 我实在受不了 第三位是张沈 张沈是城镇退休老干部 她的老头子和她是一个单位的 所以说她俩的生活水平不高 其实也不低 属于中等水平 但至少可以衣食无忧 当他们俩退休之后 他们便在烦恼一个问题 那就是去哪里养老比较好 他们有三个儿子 每个儿子都在城市买了房 其实都能让张沈夫妇两人 过上城市人的养老生活 可张沈和老伴商量许久后 便决定 过段时间便回到农村老家的老房子去住 就算那里居住环境差了些 至少也能得个安乐和自在 这三个儿子 其实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去遭这个罪 所以他们便商量 想让父母轮流着到每个人家去住一段时间 不至于让某个人负担太大 可张沈是这样回应的 他说 人老了 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 到了这个年纪 最想做的事 那就是和老头子过过二人世界 少点喧闹 多些安静 他们的儿子拗不过他 只能顺从了父母的意愿 当张沈搬回老家居住后 其实他的心态和状态也变了不少 颇有些返老还童的感觉 也许这就是人对自由的向往 三 九十九岁高僧的建议 综上所述 每个人的养老选择都不一样 其中也牵扯到了许多人性问题 为此高僧说出了他的看法 老龄问题不仅是年龄问题 更主要是心理问题 所以养老根本核心不是养身 而是养心 身体的衰老 谁都无法阻止和改变 身体虚弱了 能再回到年轻吗 头发白了 能再变黑吗 皮肤有皱纹了 能抚平变得像十八岁一样吗 通通不能 所以养老不是养身体 主要是养心 老人的心充满了焦虑 孤独 无助 无望 无聊 无奈 时间有的事 却无事可干 只能靠遛狗打麻将打发时间 而养心 就是让这颗心活起来 充满阳光 充满生命力 对未来充满希望 生老 心不老 如果老年人这个群体 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则整个社会一片朝气 净土宗念佛法门 就是养心 养成佛的心 养慈悲的心 具体方法就是念佛 有这个绝招 养老养心的问题 很容易解决 许多念佛的老人 虽然已经七八十岁 但是内心青春常在 去年有一位75岁的老人来皈依 我为他取法名 佛童 儿童的童 他虽然年纪很大了 但心很年轻 其实我们都是佛童 佛面前的童子 这样一叫 不都年轻了吗 如果没有一颗年轻的心 即使18岁也是老人 浑身垂暮之气 没有希望 如果内心有希望 有法喜 有前途 有光明 即使80岁 90岁 甚至躺在病床上 也是菩萨童子 充满活力 只要了解净土法门 了解阿弥陀佛的旧度 每个人都会有信心 即便八九十岁 也觉得非常有前途 非常有希望 所以念佛养老 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 获得最根本的关怀 总之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养老选择 但是我们终究都要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那就是心安 如果心不安 走到哪里都会抱怨 都会变得焦虑 从而影响自己 而高僧所说 养老也就是养心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若能接受万物 有着活力 自然心中也会更快乐 在哪里都能养老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